今天是一條關於長洲Q&A的影片 一直以來都是有很多問題去問的 只要我的故事在發出一些關於長洲的事 就會有人問很多臨淫心心的問題 不如一次過集合大家的問題 在一條影片中回答 那就有這條影片的單身了 有些問題關於租金、我們在哪裏開始租金、為何會進來住的 以前Q&A回答過就不回答的 我會放一條連結在上面 還有info box也會放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好,我們開始吧 首先就是關於昆蟲的問題 其實我們住了這麼久 見過大蟑螂是兩次的 一次生一次死 然後蜘蛛偶然也會見到 然後四腳爬爬就有放養的 偶然會出現在我們家 但是牠不是經常都在這裡住的 還有蟻就很多的 我們長期都跟蟻同居的 我們對於昆蟲的接受能力應該都中上的 應該是比普通人高的 在拍攝中的 蚊就...我們裝了蚊網的 還有很少很少開槍 所以還好的蚊就不會經常被蚊子 另一個也有多人問的 有沒有靈異事件 有沒有看到鬼 就算是鄰居有沒有 有沒有一起聊過鬼的事 其實我們住了這麼久 一起也好 單獨我們都分別在這裡住過 就是睡過自己在這裡 也沒有說有什麼很接近自己的靈異事件發生過 也沒有一點聽到人說過 但是我自己就試過一次凌晨 很凌晨的時候 醒了就聽到外面好像有嘉年說 在做一樣 外面很熱鬧很熱鬧 但是我也沒有出去聽 我又睡了 就是這樣 那他應該是睡得超級軟的人 當然 我本身不是這種體質的 對 試過度假式的話 會不會耐rank是完全同居 亦有人問 誰負責洗洗工廂 誰負責做家務 還有發現對方的醜態會不會嫌棄對方 會不會叫對方改善 其實所有關於金錢的東西 我們都是一半一半的 我想都是一半一半的 我覺得有時候你做一下我做一下 不會說一個放在床上什麼都不做 一個很辛苦地在做 我覺得發現對方醜態這個問題 我們都一起了五年多 所以所有的醜態 我們有整天一起去旅行 都見過的了 我想大家都有大家受不了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可以容忍到的 誰負責洗廁所? 昨天才洗完 我們昨天終於受不了 之後我就負責洗廁所內外外 然後他就負責洗廁所裡面 用鮑魚沙塗 很帥的 手掛起耳 用鮑魚沙不斷擺 我拿著一把鮑魚沙不斷擺 很現熟 這些積就沒有了 現在很乾淨 現在也很乾淨 會不會考慮完全同居 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也是那句經濟問題 或時間調配問題 都有很多另一個層次的東西 所以暫時不會決定正式同居 這個模式我覺得現在也挺開心的 室內會不會很大層 要不要經常清潔 整個星期沒有回去會不會很髒很大層 每逢星期六是否要清潔一次 這件事大家的接受能力會不同 我們兩個很誠實 告訴大家我們不是每個星期都做清潔 不會說一個星期沒有回來 桌面會看到一鋪塵 是不至於的 因為我們沒有開槍 但可能每個人的接受程度不同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沒有回來沒有印刷 可能要回來抹一下也不一定的 但我們真的覺得我們接受到的 我覺得發毛的情況比較多 因為我們是近海邊 對 所以這裡是超潮濕 然後真的春天的時候 牆是摸到有水珠 那些就要去攪拌它 我剛剛才有個眼鏡發毛 對 而且牆可能會有菇 沒有菇 你不要經常誇大 你說到近海邊 有一個問題 就是住在海旁 潮退會不會很臭 和很大一股垃圾味 其實我們就不完全是一個海隔 而且我們不開槍 所以就聞不到這件事 最怕打風落雨沒有船回家 萬一發生有沒有Plan B 還有打風落雨是否很恐怖很麻煩 我可以回答打風落雨是很麻煩的 對啦 你基本上不能出去 很恐怖 我又覺得不會 因為我們也不是在海旁 所以不會有那些玻璃都沒有發生過 那會不會沒有船回家 其實船公司會有消息告訴你們 例如未來會打風落雨 他們最後一班船會是何時 那你自己就要預期時間 那有沒有Plan B 有的就是不進來 那現在是疫情 亦有很多人問關於疫情期間的事情 例如留多了還是留少了在長洲 可以在長洲工作從家的話好像不錯 接著疫情之下還有沒有這麼多遊客 那首先疫情的初段 這裏都蠻虛狠的 對啦 大家都好像因為不能去旅行 然後有一個離島 可以當一個小小的Staycation也好 或者是當小旅行也好 我覺得是多了人進來的 那但是我們有沒有多了人進來住呢 因為其實都要上班的 所以我們都是 不是上班的日子才會進來 但是就因為想避開一些日潮 希望不會搭到那些很多人的船 在長洲work from home 這件事就不可能了 因為這裏不能上網 我們這個位置而已 我們這個位置是死角位 是上網超級差 如果有看過上次開Live 會看到在家裏 是完全厲害到開Live都開不了 然後你說拉WiFi 拉寬頻進來的話 是一個都蠻麻煩的事 所以我們也沒有必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沒有考慮過 留在這裏 work from home 建不建議市區上班的人 長住長洲 如果你說是建不建議大家的話 我覺得好看大家本身個人生活習慣 如果你說剛剛出社會工作的話 我覺得不要在這裡住 除非你是在中環或近中環的地方 如果不是交通範圍是一個問題 然後交通時間是一個問題 你回到長洲會不會有自己的朋友圈子 然後之後 例如打風下雨 你下到很大雨 你這裏走去碼頭的時候 又會整個人濕透了 夏天你一走出門口 已經整個人出汗了 這些所有的事情 我都會覺得要列入考慮範圍當中 不要只想這裏租金可能比市區便宜些 或者是覺得 看你們的影片好像這裏很舒服 很開心 很多東西玩 就很想進來住 總之就是你自己 會不會本身已經適應了 例如這裏的原居民 可能從小到大都在這裏成長的話 他們就很適應這個生活 但是我們本身都是市區小孩 所以你問我的話 這裏是比較簡單的 對 不是開心和不開心 只不過是你適應和不適應的問題 也有人問 網購會不會送到長洲呢 以我所知 大部份的網購是不會送到進來的 我知道HKTVMORE那裏是沒有的 但是 有一點提外話 應該是可以送到中華碼頭 然後有人幫你接收 然後可能他們會跟船旗進來 我知道好像是有這些服務 但是多少錢 或者場情是怎樣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試過 我們純粹是聽說過的 而長洲最不方便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神奇 你要時間管理做得很好 你要知道自己幾點 一定要出門口去講那班船 然後幾點可以出到市區 都算是一個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因為它沒有綠路 只有水路 樓下有沙灘和海 家裡會不會聽到海聲 夜難人症的時候 是會聽到微微的海浪聲 但是我們不是旁邊就是海 所以我們是隔了幾層 所以就不會說很大聲 都有人問了 晚上有什麼消遣的事情可以做 晚上有什麼好玩 可以看星星 漫步沙灘 這樣散步 我不知道大家心裡的消遣是怎樣 其實以我們兩個來說 我們晚上可能是放一轉狗 走一走附近 然後我們是十點就睡覺 如果我們不是這麼早睡的話 就一定是在朋友家裡聊天 喝酒 吃東西 跟隔離鄰舍的關係是怎樣 我覺得很不錯 也很不錯 我們跟鄰居 例如我煮多了食物 會送給隔離鄰居吃 然後今天又是有鄰居 送了一些食物給我們 是互相幫助的一個關係 衍生另一件事 就是當地的居民 會當你們是普通進來玩的人 還是見慣了會打招呼 就要DEPEND我們看得多上 有些可能是附近的人 他們開始慢慢知道 看到我們 對呀 又到星期六日了 有些人就會說 平日我們進來的時候 為什麼你們今天會在這裡 都會這樣的 我們現在斷斷續續住了一年 有人就問 我們走完整個長洲尾 其實就真的 應該是眉 不眉 完全是每條街道都走完 另一邊有沒有山可以走呢 其實我們之前拍vlog 就是走過小長城 和Chopper散步 都是在西堤那邊 如果你說冬堤那邊 它是有個不跳亭 都可以走山 有什麼黃店推介呢 其實這裡也有很多食肆是黃店 我也想過是特地拍一條片給大家 但是因為疫情越來越嚴重 當緩解了的時候 又很熱 我又不想出去 帶著Chopper又要坐室外 我覺得很熱 所以可能疫情好些 然後又沒有這麼熱的時候 我們不如來一個長洲黃店推介給大家的一條片 大家等一下 有沒有哪間食店是必吃的 或者有什麼咖啡 好吃的要推介 如果你說早餐的話 我自己很喜歡吃一間燒店 它那個早餐是很西式 有那些生菜沙律 之後 那些小腸 就是那些外國白色的小腸 我覺得很好吃 即是早餐有時候我不想煮 或者是特別會很想吃它們 其他那些 純粹是看大家想吃什麼菜 就進來 可以問一下我 也有人問 想來長洲兩天一夜 有沒有什麼酒店或者度假屋可以推介 我問過附近度假屋的人 吹開水的時候 他們說有些新式的 是有按摩浴缸的 那些可能會比較貴 而酒店方面 可能遲些我們都會試一次 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我會拍給大家看看 也有人問 長洲這麼多遊客 會不會很阻礙居民的生活 我們兩個就沒有資格去想 假不介意這個問題 如果你說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覺得 遊客阻礙的話 我唯一 有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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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不喜歡的 就是 不要在環街宅巷 踩那些多人單車 如果要踩的話 可以在大街上踩 有很多人問 最喜歡 和最討厭長洲的什麼 那我說 那我說 我被騙了 對不起 我最喜歡長洲是這裡的人 倫理的關係 大家下去 我們可以沿路一路走 初爬是巡視業務 他一到街 就先去那裡找誰 去那裡找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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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裡吃東西 我覺得 那個感覺是很不冷 很溫暖的地方 那你呢? 最喜歡長洲 最喜歡嗎? 這裡的環境 其實這裡的風氣 真的比市區更清新 對 你要行山可以行山 要游泳可以一游泳 但如果你問我最不喜歡的話 我會選 為什麼快船不給戴狗 為什麼不可以每隻船都戴狗 因為其實我們只有一個小時 一班船 所以我們時間要計得非常準 那你最不喜歡長洲的是什麼 最不喜歡 又不喜歡 又是上不到網 上網也重要 為什麼我煮東西吃這麼好吃 為什麼你不可以大聲 我會收不到人 好了 為什麼我煮東西吃這麼好吃 到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有人問 來到這一刻 有沒有後悔租在這裡 都沒有 沒有 對,這裡不錯 對 我也覺得 以我們這個形式這樣住的話 是挺開心的 我們兩個 其實真的對了很多年 所以 我們真的沒有很多地方 星期六日 假日 要想去 或計劃去 要想這裏 那裏 所以我們來到這裡之後 可能在家裡休息一天 然後我們又有一班自己的朋友 在這裡 然後 之後 突然間 可能我會興起 叫他們 不如我們下午去行山路 然後我們就會出發 所以 我覺得這個模式 是挺適合我們兩個 所以 是沒有後悔的 也有人問 有沒有減租 因為這個疫情 沒有 對 我們沒有減租 也沒有減租 我們維持這個級別的 對 那 就是這樣 應該就回答大家的問題 如果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繼續留言 或者是自己訊息 我也可以的 對 希望 今次可以解答到大家 一些長久以來想問我們 關於長久的事情 咦 他都收工了 他都感覺到我們拍攝了 不用在我 抱著小巴 不如抱著鎮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我們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會發出兩條 新片加工 即是六間三點 即是日間週十二點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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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